嗨!我們現在到了國際動漫節的出口了 然後現在要排隊進場 進場之前要先掃QR Code實名制 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次大家都是有備而來的 口罩要帶緊 那我們現在就先看一下 今天有什麼樣好逛的feel東西吧 GoGo 那現在進來了 然後我們目前呢 預計要用三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來先逛一下這個展覽的部分 我們今天的目的呢 跟目標就是要找三本 然後我們要直接 就是看看我們這樣子看封面啊 然後還有可能故事的簡介 買到的書會是怎麼樣的書跟漫畫 然後我今天的目標呢 是三本 一本呢是清水 第二個是多漏 然後第三本呢 就是隨機覺得很特別的 就再拿一本這樣 那我們先來逛攤看一下 我們會買到什麼書吧 GoGo 我還跟公關說他們現在這樣黏那麼緊 我沒有辦法有擦足的餘地 我本來還想說我可以就是站在他們中間之類的 你可以啊 結果沒想到就是 自己一起這樣拖住 假裝我被他拖住嗎 哈哈哈哈 好空虛啊 好空虛的一個念頭 Oh My God 在排隊 鎖掉了 這個是資料夾吧 這個還滿好的耶 可以裝很多東西 實用 實用性超高的耶 對啊 我覺得是實用性滿高的 很厚耶 而且他是那個搭電視 我们刚刚看到的亚朗的实体书 觉得超美的 就是刚刚跟朋友在讨论说 如果你把它放在就是家里的话 爸妈妈不会以为你在看很奇怪的 H很黄黄的书 对而且摆起来超美的 就那种有山水墨画的那种感觉 这个设计真的很美 穿越的时候牙廊都会带涮盘 对这是一本古川经小售古川经的故事 我觉得这本可以收一下 麦 他也太高了吧 我的天啊 109真的这么高吗 我的新的小售 他老公在他庭内 在优人的庭内 但是很多人是吃无忧的 应该现在最火红的是无忧 舒服 还是占一下这个视频 舒服值得你拥有 上班族 喔 很帅 而且还喝爽健美茶 你看这种就是妖艳大叔手 看他这种 扇姿 对三七步的扇姿就知道 它有口袋的扇姿 瓢 好妖 这个也很可爱这个是 对啊 这个很可爱 这本真的画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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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袖 ok 那我刚刚已经采买完回来了 然后非常火速的 就是把这三本我盲买的书给看完了 待会会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的观后感 然后还有他们的故事内容 稍微的简单讲一下 ok 那我就先来讲一下这次盲买的三本书 那这次挑战的是清水多肉 还有一本是特别special的 那第一本清水的就是 我选了这本叫做自动贩卖机 可以买到那份恋情吗 那这本的主角公事 年夏自动贩卖机的捕获员 然后瘦是一个上班族 小瘦基本上就是已经暗恋 小公其实非常久了 但是呢 他就一直有一颗纯情的心 虽然是上班族 但他有一颗纯情的心 就一直很想要就是找机会 跟他搭讪或是搭个话 但是一直就没有办法鼓起勇气 就有一天呢 就是他来补货的时候呢 他就借机说 我想要喝柳橙汁 但是你们这台贩卖机 都没有贩卖柳橙汁 反正就一个很小的借口 反正小公后续就说 ok他会补 然后呢 又在相遇之后呢 就递上他的名片 而且名片后面呢 还附上了他的line 非常的迷样 然后小瘦就想说 这是个邀约吗 这是 这是 可能还有进一步的那种可能性吗 所以他就觉得 哦 他暗恋这么久了 这个男生原来这么奔放吗 之类的 就是那种 两个虽然都是成年男子 但是内心就是 如同纯情般小鹿那样子的感觉 是一个非常纯情的恋爱 然后两个人也是 就是很珍惜彼此的那种感觉 他只有后面有一点点的漏渣 对对对 有点 对啊 但是他很符合清水 所以呢 这本算是两个成熟上班族的 纯情小故事 对 可以这样子讲 介绍给大家 那第二本盲买的呢 就是多肉 那多肉呢 我选择的是这本 长虹出版社的 阴暗狭窄的深处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会选择这本呢 因为他后面有写一个叫做 甜蜜色色1000% 所以就是冲着这1000% 所以就觉得一定要买 就是你既然都敢标1000%了 那应该是会有1000个趴吧 的那种感觉 啪啪啪一直趴 真的是色气非常十足 我回家看了之后就 鼻血就是快要喷出来了 那龚跟瘦呢 两个是同班同学 小瘦呢 基本上到高三呢 还是一个就是魔法师 虽然他没有30岁 但他就是一个魔法师的状况 有一天他就突然兴致一起 然后就想说 OK啊那不然我们就在 就是放学之后呢 在教室里偷偷的做坏坏的事情 所以呢他就坐在 小宫的座位上 他只是随机而已 对他就坐在小宫的座位上 然后开始DIY 然后呢没想到就是 突然听到脚步声 他就非常紧张 然后立刻就跑到那个 就是阴暗的那个道具柜 就是可能放一些头发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进去 然后就没想到小宫就进来 然后发现他为什么 嗯 座位上会有一条裤子 他拿起裤子觉得很疑惑的时候呢 突然走两间就有两个老师 嗯对谈身走过来 他一慌张之下呢 也冲进去了那一间就是 嗯 桌柜里面 然后呢 享受下半身 就是脱光光的情况下 就是两个人突然就 在桌柜里面 开始做起圈圈擦擦的事情 重点是这本有非常多 就是手指在 时长的小路上面 嗯 进进出出 然后来回奔跑啊 然后探索的那种感觉 有非常多这个画面 对 长长的皱褶画得非常好 我只能这样子跟大家讲 但是呢 在这个长长皱褶画得非常好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那个可恨的 喷 就是不知道画那个原子笔乱画的那种 震光就会非常的讨人厌 露的指数字呢 至少也有90分以上 嗯 好 然后再来第三本呢 我觉得最special的 所以我就买了他的叫做 我亲爱的特效药 他后面简介是写说 他的精益是这场瘟疫的药 哇 这是多么前卫的一个想法 跟一个 就是idea 所以我就觉得 哇 真的很棒 就是这个瘟疫蔓延的国家呢 跨时代的特效药 就是特定男性的精益 那他们会被称为是id 那因为他们就是身上的议题呢 是救命药 所以他们就是会被控管起来 所以呢 其实这本我想说 哎 会不会就是 非常火辣的那种感觉 结果没想到 完全不是走那个路线的 他完全是走剧情向的 我觉得他剧情设定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完整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完整 就是他这个世界观是有做出来的 但是他最后还是留了蛮多谜团在这边 就是没有解开 没有特别的去收尾的那种感觉 我会觉得有点小可惜 好 那所以我觉得这次盲买呢 还蛮成功的 对 非常开心 那刚刚介绍完盲买的书之后呢 只能说 人生有三宝 沙破狼夜画掌天官四福 我们就先来开一下这个非常香的 三套一定要买的书 首先呢登场的是 沙破狼 对 真的是好不容易入手了 非常非常美的沙破狼 那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东西比较多一点 嗯 我觉得沙破狼 我值得我单独拍一只 就是开箱给大家看 好 那再来呢 最后面的两套呢 就是平心出版社的夜画掌 还有天官四福 他们非常非常犯规的 只要在他们出版社那边 有买到满额的话呢 就可以有这个纸袋送给你 而且他这纸袋呢 非常的心机 他一面是做天官四福 一面 背面是走夜画掌 夜画掌的故事内容 应该我就不用太多讲说了 因为我之前有介绍过 如果想要看影片的话 可以看上方的资讯卡去看 好打开 Open 首先呢是压颗粒的立牌一组 这个立牌跟这一次的资料奖 也是同一个造型的 对 我拿到了不少的周边 对只要看到最后会有好理的 再来呢是明信片套组 这次明信片组呢总共有八张 给大家看一下 哦这个是上一次的立牌 这边对同一个画 然后 哦小画家好可爱哦 我觉得他画的最好是他 很像糯米团子的那个 脸颊好可爱哦 然后剩下的是两张我们并交工的生好少爷 还有一个哇这个透凯好大张哦 作者应该是签名的复制 复制签名吧 对这一次的内页呢 一样是全彩的 就是对非常多精彩的画面值得大家去看 但是呢重点是一样非常的有重量 棒数非常够的一本书诚意满满 好那最后呢一套呢 当然就是到了天官四福 哇终于要开箱了天官四福 好open 哇好好看哦 这一次呢压克力版是没有专动的 对又是对同一套好看 天官四福的红包袋 有两个造型 这个我之前已经有开箱过了 对对对 在我贪赌讲天官四福的那支影片 我有介绍过 如果呢没有看过那支影片的话 可以点上方的资讯卡去看 哇 七龙 七龙 七龙的那个形象跟我想象中有差 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小屁孩 但是你们看一下他的七龙 看起来还算蛮有男子气概的 对 小花城 太子殿下 陪你 就是神界最风流的男子啊 再来就是 两本实体书 好那今天的动漫节榜买实测挑战 然后还有就是最必买必推的几套新书呢 都已经分享完毕了 那最后呢 Nikki有准备一些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那首先呢是这个天官四福的压克力版 那这个压克力版呢会单独抽就是给频道会员的部分 那剩下两个全频道的抽奖呢 奖项第一个就是天官四福的压克力钓士 是Q盘的花莲 好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 我们夜画帐小画家还有插画家的资料夹 而且它是六层哦 那以上这三个的奖项呢 就会抽给幸运的小豆腐啦 那抽奖的方式还有时间的话 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请大家自行去看哦 如果你们也不能来动漫节的话呢 就一起看我开箱同开心啦 那如果呢还有什么想看影片主题的话呢 都欢迎一并的留言跟我讲啰 那我是Nikki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 拜拜 by bwd6